哈喽大家欢迎来到小明的频道 我是小明 在我的频道里呢 我会分享一些美妆生活护肤和学习一类的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这系列的视频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而且它下下铃铛这样我发新视频 你们会知道的提醒 Also if you speak English I also have an English channel named Miss Me Lifestyle In my English channel I also have a larger variety of videos So make sure you check that out 我的英文频道名字呢 是Miss Me Lifestyle 然后在我的英文频道里呢 会有更多的Vlog和生活一类的视频 而且还有很多学习的视频 好 在我们这个视频之前呢 希望大家能帮我订阅一下频道 我的目标是能够在今年达到1000个subscriber 所以呢你们对我的支持我非常的感激 好我们就开始吧 在今天的视频里呢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 他都的空瓶机 好多空瓶 这次做完空瓶机就可以把它们扔掉了 因为我这几个月来呢一直在忙搬家 所以呢在这个频道的更新就稍有点慢 如果大家想就是每周都看到我的视频呢 记得订阅我的英文频道 本来是我是想在我的旧的房子去录这个空瓶机 但是呢我们其实搬的比我想象的那种要早一点 所以呢我就把所有的空瓶也跟着我搬来了 再加上就是最近两个月用完的一些护肤品产品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感受 哪些是雷品哪些比较好用比较推荐回购呢 我们就开始吧 粉底空瓶 这个呢是我今年用掉的第二瓶粉底 我其实挺骄傲自豪的 因为我今年其实没有怎么入新的粉底 我的目标是把我之前囤的一些粉底全都用完 然后再去买新的 这一瓶其实是瓶价中的战斗机 就是超级超级超级的好用 基本上我觉得是玩上很多专柜的粉底的一瓶粉底了 这个是美宝莲的Superstay Full Coverage Foundation 就是它的包装 然后它的被我用成这样了 其实之前有小伙伴说在你分享之前把它擦一擦 但是其实我的空瓶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就其实有点懒了 然后每次用完的粉底最后都会蹭的瓶子上 到处都是粉底的样子 这一瓶粉底超级超级的好用 它就是那种又适合油皮 又适合干皮 又遮瑕度比较高 但是用完了之后又比较自然 它是那种属于哑光的粉底 但是用起来又不会说特别的mat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用它也不会特别的干 因为我本身的皮肤是夏天混油冬天混干 很多夏天的粉底我冬天是用不了的 很多冬天的粉底我夏天是用不了的 但是这一瓶基本上我一年当中都可以用 夏天我也可以用 冬天可以动 就是在皮肤很干的时候 推开它也不会觉得非常的有问题 我一般会打一个就是primer 一个保湿的primer用它就好了 所以这个遮瑕度又高 又比较哑光 又比较适合混合的皮肤 而且一年四一都可以用 所以我打算去回购 因为这瓶大概才十刀十二刀的样子 又平价又好用 而且这个色号跟我是刚刚好 我的这个色号是EER Natural Avery 完全挤不出来了 然后里面基本上全部都空瓶了 超级自豪的用完了一款粉底 超级超级的推荐 如果你想买一款比较平价的粉底 每天上班上学用的话 这个非常非常的推荐 第二个空瓶也是一个平价的产品 这个是L'Oreal Revitalift Moisturizer 一款面霜这个瓶子的那个商标 就已经磨光了 这个是他们家就是好像前年 还是去年新出的 Revitalift的一个系列 这个系列超级好用 特别适合抗老或者是痘痘肌 因为一般抗老的一些面霜 都特别油 但是他们家的抗老的面霜里面 是retino氏黄醇的成分 氏黄醇是一种维生素A的衍生物 可以促进细胞的新生代谢更新 如果你有痘痘像我一样有痘痘 或者是就是又三十出头的话 这款面霜非常好油 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是 它是fragrance free 就是它里面没有香菌的成分 就不会说刺激到你的脸 而且它里面的氏黄醇的成分 可能不是特别高 所以如果你很担心 氏黄醇维生素A不耐受的话 这个可能对你来说也可以承受 超级推荐的一款面霜 价格在平价的面霜里 稍微偏高一点 但是绝对比一些专国的面霜 要便宜很多 而且也是维生素A的衍生物 超级好用 就是你用完了之后 第二天的脸会变得更平滑 不仅是你的皱纹也好 Control也好 或者是痘痘 或者是出油 它都有一定的作用 而且也不会说有香菌的成分 去刺激到你的脸 比较敏感性的话 也比较适用 除非你对施黄醇的耐收非常非常低 可能这款不行 或者你怀孕的话 也不够你推荐用维生素A的成分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好用 这个是 The Inkey List 15% VITAMIN C & EGF 的这一款精华 这个是说可以帮你提炼你的脸的这么一款精华 我一开始用的时候 我是从另外一款维生素A精华 然后用到这一款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后来我就有点懒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没有用它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脸色就会变暗 然后有一些就是以前的一些 Hyperpigmentation就又回来了 所以这一款确实有提亮的作用 而且它不会变的油 就是它是一种水状的维生素A 这个还剩一点点 给大家看是这种稍微偏黄的颜色的 维生素C的成分还比较高 但是它不会说刺激到你的皮肤 用到脸上就像水一样 但是如果你有伤口的话不要去 如果你有什么痘的话 你扣破了 然后你用它就会有一种酸的刺激感 但是你单用它的话提亮的作用真的很强 而且它早晚都可以溶进的 但是你早上用的话 记得要涂防晒 这一款的总体来说非常非常的推荐 而且价格又比较平价 而且有参与Sephora的打折 非常非常的推荐的一款 下面一款也是一款维生素 一款没有完全空瓶 但是我实在用下去了 这个是The Ordinary的Vitamin C Suspension 23%HA Spears 2% 这个是A Water Free Stable Suspension 这个的纯度超级高 这款可能有一些人用耐受度比较强 然后效果就比较好 但是在我的脸上它是Water Free 它就涂到脸上非常非常的油 就是白天完全用不了 你没有办法说用完它去上妆 只能晚上用 而且上到脸上会有很强的那种 Steam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会特别的杀我的皮肤 我觉得我的皮肤耐受度其实还蛮高的 但是用它真的后来到后来真的是受不了了 所以就用不下去了 它本身真的不会说特别的 就是说刺激的皮肤影响到皮肤产生红啊 泛红什么的倒不会 只是有一种非常强的刺激感 这个我上网查了很多人都说 这个刺激感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不想每天就是晚上护肤的时候 都要刺痛我的脸 早上完全用不了的一个 然后这款已经差不多过期了 哦没有 给大家看是这样子的 里面还有 里面是这种白白的这种霜 它会有一种steam的感觉 而且是不是一下子就没了 而是那种它会一直有 因为它会产生作用啊 所以 就是而且特别的油的感觉 这个我不小心倒多了 我去擦一下 它上 我的手线皮肤就开始发热 发热 然后有一种这种steam的感觉 它是那种非常持久的steam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你的皮肤瘦得了的话 这一款不是一款雷品 因为它确实它的成分的有效度是非常稳定的 但是使用感受我实在是上脸受不了这个感觉 而且再加上它上脸之后又比较油 你推开了之后就是一层油膜 你们看 就是一层油膜的感觉 你早上白天你根本就用了它不能上妆 所以说我本身是不推荐的 但是如果你皮肤耐受性比较好的话 你可以其实尝试晚上使用 我知道有一些小伙伴用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 是不太推荐的 这一款呢 是一款我用过的比较好的一款眼霜 但是这个其实稍微有点贵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替代品 但是那个替代品稍微有一点刺激性强 这个是Dr. Brandt的24-7 Retinal Eye Cream with Ruby Crystal Complex 这个呢是一个湿黄唇的眼霜 Dr. Brandt Dr. Brandt这个牌子的很多产品都比较贵 它用在脸眼下非常的滋润 真的完全没有完全空瓶了 特别能帮助我抚平眼下的稍微有一点点刚开始的细纹 它会帮助抚平眼下的细纹 而且这一款是不会刺激到眼睛的使用感受非常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贵 后来呢我发现了另一款是黄唇的眼霜 眼霜是The Inkey List的那一款Red Null Eye Cream 那一款Eye Cream呢也很好用 但是你如果不小心揉到眼睛里的话 那一款的Inkey List的湿黄唇Red Null Eye Cream呢 是会超是会稍微有点刺激到眼睛的 就是你一定要小心不要弄到眼睛里 我觉得那一款可能纯度比较高吧 但是这个Dr.Bent的这个眼霜又滋润又补水 又可以稍微抚平一些细纹 帮助皮肤面的光滑 而且又不会说自己到眼睛 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一点点的过微 还有一款眼霜是Belief家的 Moisturizing Eye Balm的这款眼霜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特点 唯一的优点呢就是补水效果比较好 如果你在冬天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呢 你眼下比较干用它补水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它没有什么其他效果 就不会说抚平啊或者是滋润啊 基本上就是补水比较好 比较适合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吧 年轻的女孩子可以用这一款 它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它里面的香精成分比较浓 是那种橘子皮的味道 你如果不小心弄到眼睛里呢 偶尔会稍微有一点刺激 因为它的那个香精成分是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强的 但是除了它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缺点 而且不会说特别刺激眼睛 眼睛光红或者怎么样 就稍微那个味道有一点点的强 但是总体来说呢 这款也非常好用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的Fireplace 在静静的燃烧 我觉得非常的cozy 今天其实昨天我们San Antonio 温度达到27度超级的热 都要开冷气了 然后结果今天又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冷 所以我们我又开了一下Fireplace 去说眼霜吧 接下来一款眼霜呢 是我超级爱用 已经回购了的Pharmacy的眼霜 这款眼霜超级好用 是我今年发现的最好用的眼霜之一 这个是The Pharmacy Cheer Up Brightening Vitamin C Eye Cream 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些就是樱桃的成分的 它完全空瓶了 有没有一直在不停的空 它的优点有很多 第一个优点是Fragrance Free 如果你的眼睛像我一样 非常的敏感的话 用Fragrance Free就是没有香精的眼霜 会比较好 不会说刺激到眼睛 如果你眼睛没有那么敏感的话 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了 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它非常的补水和滋润 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确实对眼下有一定的提亮作用 因为其实我每天的睡眠都差不多 然后我用这款眼霜的时候呢 我眼下就黑眼圈不太明显 我不用它呢 黑眼圈就会更明显一点 但是你如果真的从深层色的去提高的黑眼圈呢 还是要多睡觉 多喝水 少吃盐分 但是如果你本身睡眠不足 稍微用一下它的话 有一种稍微提亮的感觉 虽然黑眼圈还是在那儿 还是就没有那么明显 你用遮瑕很容易就遮掉了 所以呢非常推荐 Pharmacy的这个Cheer of Eye Cream 是我用过眼霜 今年用过眼霜里最好用的其中之一 我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更评价的眼霜是Inkey List 我们到时候在爱用品的视频再跟大家分享 说完眼霜呢我们就来说精华吧 今年其实也用过很多回购的精华 也试用过新的产品 第一个呢是一个回购的精华 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 有没有还有在用小棕瓶的小伙伴 希望大家在评论栏告诉我 因为我觉得雅诗兰黛的小棕瓶 刚出的时候超级绕剧火 大家都在买 就前几年一直大家都在买 但是最近新出了很多不同商家的产品 不同商家的精华 而且有更评价的 所以其实我感觉雅诗兰黛就小棕瓶 没有那么火了 外年回购了一个产品吧 但是我只有在冬天会用它 因为我冬天皮肤特别干 这个小棕瓶的优点是 它非常的滋润 作为一款精华的成分 它不会让你的皮肤变得很油 但是它有那种非常非常非常滋润的感觉 你晚上用完了这 因为它是夜间修复嘛 Avance Night Repair 你晚上用完了第二天早上 脸真的会没有那么干 在冬天的时候 但是夏天的时候呢 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能会出汗出油 所以呢其实我就不需要 这么比较滋润的一个小棕瓶 价格非常非常的贵 它的优点呢 只有一个就是滋润 抗老只是滋润效果比较好 所以我可能比如说 在每年 Thanksgiving 趁打折的时候 可能会购一瓶 然后冬天用 我不会全年去使用了 然后也不会说去买 没有打折的 就是对我来说 不是我护肤品里的一个必需品 而是冬季的一个补养品的感觉 最近还用过一款精华士 是Farsali的Quinch Moisture Replimishing Serum 这个是一个Hylerolic Acid 再加上Vitamin B Nicinamide的一款 Hylerolic Acid是玻尿酸 我终于想起来它的中文的意思了 这款精华呢 我其实还挺推荐的 我非常推荐冬天和夏天都可以使用 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补水 但是我觉得补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用 因为如果你的皮肤没有水 就是水分不够的话呢 你的细胞就会变得干瘪 然后你的脸就会搭下来 然后你的皮肤就会慢慢的衰了 所以非常的重要就是补水 而且它有维生素B的成分呢 还有就是一定的补水和体量作用 但如果你的皮肤补水做得很好的话 基本上就会显得比较亮光泽感比较大 所以这个是Farsali的这一个Quinch 它里面的是这种低管状的 然后里面是透明的这种感觉 包装非常的好看 今年用过的toner 一个是万年回购的 切尔氏的Ultra Facial Toner 如果你在找市面上一款 就是比较Universal 大家都可以用的toner 又价格不是很贵 然后又有补水的效果 这款toner真的非常好用 它有很多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它没有香精的成分 就是你如果在脸上最敏感的时候 用它不会刺激而且它本身有点lotion 的感觉倒在手上是一种白白的 它不是完全的水 它是有一定的补水和滋润的效果的 因为你看里面的很多成分其实是有一些 avocado oil维生素E的一些成分 超级适合就是你洗完脸之后马上就上脸做第一步的补水滋润 非常好用而且它一点都不会油 就是如果你是油皮吧 不会担心就里面有一些油性的成分 去让脸面的太油 因为它是那种非常浅浅的那种滋润的感觉 然后如果你夏天脸非常的有的话 你可能就用一个toner 用这款toner再加一个水凝胶的面霜 其实就够了 超级好用 我囤了好几瓶我们家还有更多 如果你就是想用一款非常水水的toner呢 我用了就是Believe家的Aquabomb Hydrating Toner这款 这一款它说是hydrating补水的toner 但是这两瓶比起来 其实切尔氏的这个ultra facial toner的补水效果更加的好 这个蓝瓶的这一款呢就是感觉 如果你是大油皮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喜欢Believe家的 因为Believe家的这个Aquabomb的这一系列产品呢 都是补水效果非常强 但是如果你想需要其他的一些就是更滋润一点 或者其他一些效果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 但是这两个都是我今年用过的比较 比较好的toner 但是我会回购这一款 因为我觉得Believe家的Aquabomb的这个toner 它的hydrating补水效果并没有这个ultra facial toner要好 给大家推荐一些 大家应该在我的视频看很多ultra facial toner的公屏 因为我一直会回购 而且那一瓶可以用很久 接下来的一个精华呢也是一个回购 这个是first day beauty的ultra repair hydrating serum 这个是有点像水凝胶的感觉 是那种gel like serum 它并不是那种像其他的液体精华一样 它是像更多像凝胶的成分 它的优点呢就是一个补水效果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最近皮肤比较敏感啊起皮 而且像我过敏非常严重 我一直会擦我的鼻子 然后我用很多的护肤品到鼻子这个地方都会非常刺激感非常强 但是first day beauty的他们家的产品就不会 因为他们没有香菌的成分 而且很多成分都是用比较温和的 所以敏感肌食用的一款精华 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特点 唯一的特点就是又温和又补水 但是我觉得在冬天这个过敏的季节 其实还是非常的可靠安心的一款产品 又用完了一款pharmacy的卸妆膏就不用多说了 非常好用一罐其实可以用很久 我最近在用一些平价的卸妆膏 然后之后用完了呢会给大家就是汇报一下我的使用感受 但是pharmacy真的是卸妆膏里头卸的最快 然后而且不会留一层油膜 然后乳化效果非常好的一款卸妆膏的产品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鬼 因为你卸妆其实就是把妆卸掉嘛 也没有说靠卸妆膏去为脸增加一些什么护肤的感觉 所以感觉花很多的钱去买卸妆膏呢 稍微一点不值但是使用感受确实非常的好 写洗发护发的产品 第一个是这个Project Beauty Hair Gut的这个Almond Honey Hair Mask 这个我之前可能看Alta打折的时候有一次打折 再有这一款产品 这个是说help repair damage fragile and brittle hair 我一开始用这个hair mask发抹的时候 我很担心它会让我的头发变得很油 但是其实不会的 它真的是比较补水 不会说让你的头发变得特别服贴或者怎么样 所以其实还蛮好用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如果你的头发真的超级的受损 你又烫过又染过怎么样的 而且又特别长的话 你可能单用它其实效果也没有那么那么那么的强 最大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你damaged的hair剪掉 然后重新长出来 而且冬天的我头发会比较干 夏天会稍微偏油一点 这一款是比较适合冬天使用的 我今年还尝试了一些living proof的shampoo和air conditioner shampoo和conditioner就是洗发护发的产品 living proof的洗发护发真的非常贵 买症状有点贵 所以我买的是小样 这个是他们家的restorative 帮助你的头发修复的这么一个套作 我最开始用的时候呢 我就非常非常担心 因为他说是让你的头发深层滋养 我就很担心我的头发会变得非常油 其实是不会的 这一款产品用完了之后你的头发会非常的蓬松 就是非常有volume的感觉 用完了感觉真的非常好 但是我想说如果你真的去靠它 完全是靠它去滋养你的头发呢 我觉得它的效果并没有那个就是红色的那个 呃 媳护产品我之前推荐的那个TGI的 呃 red head red head 红头 它的滋养效果没有那一款洗发产品 更好 但是我用那个red hair夏天用的话 头发会变油 而且会变得非常补贴 但这个就不会 它虽然是滋养挂的洗护产品 但是它会让你的头发非常的蓬松 然后你第二天感觉呢 头发就是非常的有volume的感觉 非常有头型的感觉 呃 然后如果你说去制造发型的话 去卷发或者怎么样呢 用这一款其实之后效果比较好 所以就是各有千秋嘛 如果你真的很想滋养的话 我比较推荐那个红色品的呃 TGI的那一款 如果你想就是整体效果来感觉比较好 而且就稍微偏滋养的 但是并不是说特别需要它滋养的话呢 这个living proof的restore shampoo和conditioner 这一套就比较好用 cora organics的产品 我之前在他们家买了一堆 终于把两个moisturizer用完了 他们家的产品特别精用 我觉得这种就是挤的瓶状呢 就是比那种冠状的要更精用一点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 用了好久好久 cora cosmetics或者cora organics的 他们家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好用 因为很多东西都没有什么太强的 相近成分非常的温和 所以我还挺推荐的 他们家在sephora里头有卖 但是可能就是marketing做的并不是很好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其实我还是很推荐他们家的就是什么hydratingmoisturizer 然后他们家的 他们家现在好像在上新其他的产品 而不是moisturizer了 但是我最喜欢他们家的产品是moisturizer 和他们家的温和的洁面比较好用 他们家泡沫洁面 我觉得一般并不是特别起泡泡 两款眼线笔都是比较平价的 第一个是kiss me的眼线笔 万年回购waterproof超级防水 另外一个是essence的waterproof eyeliner pen 这两个都是防水的眼线笔 我是会只用防水的眼线笔 因为我本身眼睛比较容易过敏流眼泪 不防水的眼线笔过两个小时就晕掉了 超级好用 essence有一个什么缺点 就是它干的非常快 这个眼线笔我大概用了一个月之后 它就差不多快要干了 但是kiss me可能也比较容易干 但是干的没有那么的快 最喜欢用的 其实我最近最喜欢用的是hankenhenry的眼线笔 那个我用了6个月 它都没有完全的干掉 而且最近我也很喜欢用那个就是 selena gomas的rearbeauty的眼线笔 也比较豪华 也比较持久防水 所以如果大家想评价的话 essence的防水眼线笔和kiss me的眼线笔 在amazon就可以买到 也是比较好用的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空瓶剂 我觉得最近还是用了很多很多的空瓶的 我不想攒100个空瓶然后放在一起讲 我觉得可能就在了很久之后就忘记了 当时使用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了 买东西之前我可能会看很多的博主去review 所以我其实很难采到雷品 唯一采到的一些雷品就是the ordinary的 这个维生素C的精华 但是我觉得每个产品都就是有它的特点的 有些产品的比较偏滋润 有些比较偏补水 有些产品的虽然它非常好用 但是很贵 另外一款产品的可能它比较平价 但是有一定的缺点 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可以就是权衡的去考虑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说完美的产品 因为还要考虑一下价格 因为没有必要在护肤上花那么那么多的钱 因为很多评价的东西虽然使用感受 没有贵妇级别的使用感受那么好 但是其实在脸上的效果其实也是很像的 所以大家可以均衡的去考虑买 就是在价格比较中端 然后效果又比较好的护肤和化妆品 Alrighty that's it for today's video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看这一期的空瓶剂 如果大家用过我就是在这次视频里分享过的产品 希望大家在新鲜栏里告诉我你们的使用感受 因为我可能对一些眼霜过敏 并不代表所有人都会对眼霜过敏 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多分享一下你们的使用感受 还有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帮我订阅一下频道 希望今年能够达到1000个subscriber 还有订阅我的英文频道 MISS MING LIFESTYLE 在我的英文频道 我也有很多不同的视频里面 And I will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e